刚刚过去的2018年 军事对峙 经济制裁 外交风波 地缘博弈等 一系列的事件 令俄美关系始终在冰点徘徊 新年一史 俄美关系没有出现新的气象 反而因为互抓对方的公民 而再度遇冷 除了5号爆出的 美国逮捕俄公民马卡联克之外 近来美国之间 互抓间谍事件也持续地发酵 3号 俄联邦安全局 依据刑法间谍罪条款 对在莫斯科被捕的 美国前海军军官保罗·惠兰 提起刑事诉讼 就在惠兰被捕的半个月前 俄罗斯公民马利亚·布迪纳 在美国被捕 美国检察官指责其试图 渗透进入共和党 以干涉美国大选 分析认为 保罗·惠兰被捕 看起来更像是 报复性的人质事件 美俄已经出现了 冷战式针锋相对的逮捕行为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 目前俄美尚未计划 在2019年初 进行任何直接接触 失质 自然中柔正市